年龄他们的阿爸都会在这高高的树上 搭一个这样像鸟窝形状的房子 然后被他们通称为试婚屋 让女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之后 就可以坐在树屋上 等待单身的男孩子过来给他们试婚 试婚期内为三天 在这三天里呢 你可以给女孩同吃同住 像正常夫妻一样的生活 生活上三天 如果试婚成功之后 你就可以选择带回老家结婚 也可以选择在这边做上门女婿 做上门姑爷的家门 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呢 走进这个部落 了解一下他们这边试婚的一个情况 家门 在这边呢每天呢是鸟语花香 风景特别特别的好 这边的女孩子啊 常年生活在茅草房和猪八房里面 女孩子在这边生活的 也是非常非常幸福 非常非常善良 非常非常漂亮家门 这边的环境也是相当好的啊 哎家门咱们来到这边啊 就看到一个美女啊 在干活 咱们过来采访一下 哎美女侠们你好 哈喽 哈喽侠们你好 哎哎 侠们你跑啥 家门他们这边的女孩子呀 和我们外界的男士呀 接触的比较少啊 所以说呢有点排斥我们 咱们近距离的过来采访一下 哎哈喽哈喽 小妹你好哈喽 你好 你是干什么的 哦你会讲普通话呀 会一定的哦 那很好很好 家门咱们在这边转了很多家啊 终于找到一个会讲普通话的小妹了 小妹不要害怕 我那是一个旅游主播 然后呢今天呢 非常的荣幸能够来到你们这边 就想采访一下你好不好 什么是采访啊 就是咱俩互相聊聊天吗 哦你想跟我说说话 哎对对对对 来来来来 小妹来来 不要害怕 来来 哎呦我去小 小妹长这么漂亮啊 这么大怎么称呼呀 哦你可以叫我莎莎 莎莎 哎我可以直接称呼你的名字吗 哦也是可以的 哎好的家门 咱们镜头面前这位美女啊 她叫莎莎 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哎莎莎来到你们这边之后啊 就是听说你们这边啊 有一个失婚的一个习俗 你能不能我们讲一讲 在你们这边是如何失婚的 好不好 哦你是过来失婚的 哦不不不不 你不要误会小妹 我那是一个旅游主播啊 我是过来对大家呢 过来了解失婚的 哦你不用害羞嘛 哦我跟你说 我们这边确实是可以失婚的呀 哦还真的有失婚这样一个习俗 哎呦我去兄弟们 那我们今天呀真的是不枉此行啊 今天还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哦我也单身的 什么你也单身 哦 哎不是小妹 你们这边怎么这么多的单身女孩子呀 那我也是可以失婚的 不是你说什么 你也可以失婚 哎呦我去啊 怎么怎么 哎呦不是不是不是小妹 你这是干嘛呢 跟我来 不是咱俩都刚认识你这干嘛呢 跟我来跟我来 不是干嘛呀 我们到那个里面试下 不是你说什么 到那个里面试下 哦你的意思是让我跟你失婚呀 我的天啊 兄弟们 我这是走了什么运篮家们 不来到这边之后 女孩子怎么见到我都要拉着给他们失婚呀 哎不是不是小妹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们这边女孩子一见到我都要拉着给你们失婚呀 嗯那很正常的呀 啊在我们这边只要单身的都可以 只要单身的都可以 什么意思啊 你单身我单身啊 哦你单身我单身 然后咱俩就可以失婚呀 对呀 我天啊兄弟们还有这种好事啊 不这边家们你们感觉能够的是吗 家们感觉能是吗 感觉能是在家们给我扣衣了兄弟们 啊不是不是不是 下面你听我跟你讲啊 我那不是过来失婚的 我那是一个旅游主播 我是过来对大家呢 过来了解失婚的了解失婚啊 对对对对对 不是过来失婚啊 不是过来失婚的哎 不是哎 这怎么还生气了下妹 你又不是过来失婚的啊 你问问问问什么的问吗 哎呦我去你你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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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你好下妹 我那叫果子是来自中国的一个旅游主播 下妹来到你们这边之后我认识你非常高兴 哎 虽然我不能跟你失婚 但是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在你们这边是如何失婚的 好不好 在我们这边啊 啊你看到那个那个哪一个 上面的那个啊 这个鸟窝吗 那个不是鸟窝 不是这怎么不是鸟窝 在你们这边我看每家每户的房屋上 哎都挂着这样的鸟窝呀 那个不是鸟窝啊 那个是女孩的失婚屋 女孩的失婚屋 哎不是下妹你给我讲一讲 在你们这边为什么挂一个这样的鸟窝 就是你们的失婚屋了 哦在我们这边 女孩子到了一定的明明以后 阿爸呢都会在高高的树上 给我们搭上那么样的一个房子 一定年龄 下妹你说的一定年龄是几岁啊 18岁啊 哦就说你们到了18岁之后啊 你们的阿爸呀都会在这高高的树上搭一个 这样像鸟窝形状的房子 啊不是干嘛呀 女孩子就可以坐进里面 等待单身的男孩子过来跟他失婚 哦让你们坐在这上面 等待单身的男孩子过来给你们失婚 不想那这么高 这怎么是呀 失婚期又是几天呀 失婚期为三天啊 这三天还不允许走下来的 失婚期为三天 这三天在这上面还不允许走下来 那下妹那这三天在这上面要干嘛呀 要跟女孩子同吃同住 像正常夫妻一样的生活三天 还要给你们同吃同住 像正常夫妻一样的去生活 生活三天 那下妹那我想问一下 那怎样算失婚成功 怎样算不成功啊 只要你能够在上面生活三天 那就是成功的吗 能够生活三天就算成功了 生活不到三天呀 就算失败了 是吧 那下妹那如果给你们呀 在这上面同吃同住生活三天 那如果失婚成功之后 那可不可以就是说 把你们带到我们那边去生活了 可以的呀 你们也可以到我们这边做上门的孤爷 我们还可以来你们这边做上门做孤爷 哎呀我去兄弟们 那真的挺好啊 家门这边的生活环境是相当好的 如果能来这边做上门孤爷的话 那生活的气败又哉又哉呀 那但是下妹有一个问题 我一定要问清楚 那如果给你们在这上面同吃同住生活三天 那失婚成功之后啊 就可以把你们带到我们那边去生活 我们那也可以来你们这边做上门做孤爷 对不对 哎那如果生活不到三天 生活两天的话 那是不是就失败了 对啊 不是那失败了怎么办呀 不成功也没关系的呀 嗯 你们直接就可以走了 不是不成功 我们直接走就行了 哎不是下妹 也不用给你们拿点这个 干什么 不是那你的意思就是任何责任都不用付 我们直接拍拍屁狗走人就行了 不是你要这样讲的话 那你们不是吃亏了吗 那我们不等于算哎 白白的白玩两天吗 你想想下下妹 给你们在这上面同吃同住生活三天 那失婚成功之后就可以把你们带到我们那边去生活 我们呢也可以来你们这边坐上门做孤爷 对不对 那生活不到三天 那生活两天就失败了 哎 那失败了我们就走了 那但下妹 虽然在这上面这两天呀 我们给你们没有失婚成功 但是呢 在这上面这两天呀 我们给你们呀 是同吃同住 像正常夫妻一样的生活的 对不对 那但凡是一个正常的大老爷们啊 下妹 那在这上面这两天呀 那给做的事情 我们都会做 给干的事情啊 我们都会干 那这时候不成功 我们就走了 那等了一个月或者两个月过去之后 哎下妹 你们发现你们的肚子呀 一天一天大了 怎么办呢 呃 你是说有小宝宝了 哎 对对对对对对 如果有小宝宝了 怎么办呢 那肯定要生下来的呀 不是 下妹 我们都走了 你爸小宝宝生下来 谁来养啊 呃 要跟舅舅的姓 不是 跟谁 跟舅舅的姓 跟舅舅的姓 哦 你的意思就是说 哎 在你们这边坐上门做孤爷 生下孩子的话 都要跟着你们的姓 是吧 不是 你要这样讲 我们真的是接受不了了 接受不了 对呀 你想一下下妹 在我们那边 那一般生下孩子呀 都要跟着我们男方的姓 那如果跟着女方的姓啊 那会被别人看不起 会被别人笑话的呀 所以说我们接受不了啊 哦 接受不了呀 没关系的 啊 我们可以多生几个 哎呦 我去 你们可以多生几个 不是下妹 就你们这样的 能生几个呀 我 我都可以生 几个 六个 别开玩笑 下妹 咱俩好好聊天 行不行 不要开玩笑 下妹 莎莎 你有多高啊 一米六五 不是你一米六五 你说你能生六个 这位姐妹来咱们看一下 你们感觉这下妹 她能生六个吗 姐妹 感觉能的家妹来给我扣个六来 不能的家妹给我扣个一了 兄弟们 哎那下妹 那你说你一米六五能生六个 不是你拿什么来证明呢 呃 你这样行不行 你能不能就是让大家伙呀 看看你的身材 哦 你想看下身材 对我们看看你的身材 就知道你能不能生六个了 哦 那可以的 啊 打开你看下 哎 不是 不是 干嘛呢下妹 你不是说要看身材 我这个天 不是你们这位女孩子都这么开放 不是我们就说看看身材 哎 你上来就去解这个呀 那我不把这个打开 你怎么看 打开 等等等等 等一下 我的干嘛呀 你看 你这一下吓到我了 知道我想的 我这直播呢 你可不能这样啊 那我说我能够生六个 啊 你又不相信吗 哈哈哈 你等一下 等一下 等等 不行 他们这边女孩子怎么这么开放啊 不是我们就说看看身材 你上来就去解这个呀 那要不 你自己打开 自己打开呢 你等一下 等一下 我的干嘛呀 你看 大哥们都说让打开看看 家门 你们说让打开不让打开 来 让打开的家门 我扣一了兄弟 让打开的家门 我扣个小一 不想问你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的意思啥呢 我的意思是你 哎 你这样转一圈吗 转一圈 对呀 转一圈就可以看身材 哦 你转一圈 大家伙不就能看得出来了吗 哦 那我转一圈 你看下 转一圈转一圈 转一圈 转一圈 我们看一下 可是我能够生六个 啊 你还不相信 啊 相信相信 这样相信了 你要是娶了我三姐 她还可以给你生打个 用什么钱 你三姐这么厉害呀 不是 你们家的姐妹 一个比一个厉害啊 对呀 怎么怎么 干嘛 你到我家喝个水啊 怎么 这是你家呀 不是 什么意思家门 你要邀请我到你家去啊 对呀 哎 我发现你们这边女孩子 不但撇放 而且这个胆子也挺大 咱俩刚认识 你就邀请我到你家去 哎 三妹 你不怕我是坏人呀 怎么坏 怎么怎么 那那我到你家的话 我想吃豆腐呀 哦 我们家刚好有的 刚好有豆腐 那走 家里咱到家里看 能不能吃好豆腐 家里要不要去啊 要去的家里来 给我扣八六六六 来兄弟 要去的家里给我扣八六六六 其实呀 咱们进去看一看也可以啊 看一看咱们来这边呀 做上门 做姑爷呀 到底生活在一个 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下 好吧 要去的家里来 六六六扣一包 来兄弟 走嘛 不是 哎哎 不是 不是 咱们你这是干嘛呢 你到我家喝口水啊 不是到你家到你家吧 你拉我干嘛呢 在我们这边都是这个样子的 都是这个样子 什么意思 比较热情 哦 就说在你们这边女孩子邀请 男孩子到家里面去的话 哎都要这样拉着进去的呀 对呀 哦 原来这样 那走走走走 哎不是咱们方便吗 那有什么方便不方便 不是我的意思说 你们家现在几个人在家呀 哦 就我一个 就你一个人 家里今天没来亲亲 没有 不是咱们 你确定你今天你没来亲亲 你方便呀 哦 对呀 那这样一会儿你扶着我进去 行不行 嗯 我拿快进快出 我这老快了 哦 可以的 好 走走走 哎哎 咱们 我还想问一下 如果就是我直奔这个大哥们 如果来到你家的话 哎 那你是不是也是要这样拉着进去的呀 哦 对呀 比较热情的 哦 那走走走 走走走 进不进家们 进的家没扣一了 兄弟们 进的家没扣一 走走走 不是你别这样 咱们你要这样 我还真有点不敢进去了 哎 我怎么就是听说 进你们这边 女孩子一旦呀 给男 一旦呀 就是给男孩子呀 这样招手啊 啊 让男孩子进去的话 哎 是不让出来的呀 怎么会 你进来 不是 你不会拉着我不让出来吧 不会的吧 那行 走走走 家们进去参观呀 看能不能吃上豆腐 哎呦 我去霞妹 你家挺干净啊 还可以 家们咱们看一下 霞妹家的真的挺干净的啊 哎 你家条件还挺好 还有电视机呢 对呀 不是我在这边赚了很多家 就你家条件还好一点 还有电视机啊 姐夫刚买的吗 谁 姐夫 你姐夫 不是霞妹 你说你姐夫 你姐夫是哪里的 你们那边的 我们那边的 难不成他也是来这边 试婚试婚成功之后 在你家坐上门坐姑爷的 对呀 那你姐夫在这边生活的幸福吗 很幸福的 很幸福呀 哎呦 我去说的我都想来这边 坐上门姑爷了 真的 那霞妹 那就像你们长得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那在你们这边 就是到了晚上啊 你们除了看电视之外 那还有一些别的什么 娱乐项目没有 我们晚上的话 那就比较热闹的 晚上的时候 我会跟姐妹 围着火堆 他跳舞给姐夫看 到了晚上 你们会围着火堆 给你姐夫跳舞 不霞妹 你会跳舞啊 会呀 我去兄弟们 我也没看得出来啊 这霞妹不但人长得漂亮 而且还多才多艺啊 那这样霞妹 能不能就是给大家伙展示个舞蹈啊 可以的 可以啊 那这边霞妹 来咱们想不想看霞妹跳舞 来想看霞妹跳舞 这霞妹扣一了 兄弟们 想看霞妹跳舞 这霞妹扣一 来来来来 霞妹来 你把这个拿上 你把这个拿上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你拿着 不是不是 霞妹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是这样的 你看是这样啊 按这个人情世故这方面来说 应该来到你家呀 本来是要给你带点礼物的 但是呢 我们走的也比较着急 也没有带 挺不好意思的 这个你看我这边 还有四千来个大哥 要看你跳舞 那不能让你白跳嘛 对不对 拿着拿着霞妹 别客气 拿着 这个不用 拿着嘛 别客气 不用不用了 不用了 那这样吧 那咱们又请候补 好不好 那这样来 霞妹 你给大家会展示个舞蹈 现在吗 对对对 我们跳舞要换衣服的 跳舞还要换衣服 不是霞妹 你们穿这样衣服 它跳起来不是挺好看吗 姐夫说了吗 穿这个衣服不能跳的 我们跳舞要穿这个的 我去兄弟们 这么讲究吗 跳舞还要换衣服呢 哎哎 霞妹 这里面是你休息的地方吗 对呀 方不方便 就是我们参观一下 方不方便 我们参观一下 你休息的地方 你这个有什么好看的 不是这怎么还不让看呀 难不成你是金屋藏娇了 那不会是你姐夫在这里面吗 哪有 不是霞妹 你看是这样的啊 我们来到你们这边之后 就是非常的好奇 就想看一看 你们这边女孩子 个人的一个生活环境 好不好 看不了 不霞妹 慢着要好奇心 我们就看衣 看不了 这边家们咱们想不想看 来想看这家们扣衣了 想看这家们扣衣 不是霞妹 慢着要好奇心 就看衣 看不了 我就看 大干嘛都说要看一看 来来来来 看不了 咱们就看衣 哎呦我就 看不了 就看眼 就看眼 看不了 看不了的 不是霞妹 你确定你是一个人生活 对呀 你一个人生活 你能用到的那么多 什么那么多 什么那么多 哎哎哎 哎呦 哎呦我去 怎么还把人家给赶出来了啊 我天 这霞妹这么有劲啊 不是霞妹 你练家子 你练过的呀 这么有劲啊 怎么了 不是我这一看你不简单呀 这一看你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呀 什么故事 什么故事 我们明年一看都能看得出来 霞妹 你一个人的话 你能用到那么多 什么 你这样你给我讲讲 有没有试过婚 我单身 怎么可能 不是你这么大 怎么可能是单身呀 霞妹 我怎么看你都像试过婚的 你也不像他 没试过婚的丫头 真的 呃这边家 你们感觉了 咱们他试过婚 感觉试过婚的家 没扣衣了 没试过婚的家 没扣了 兄弟 不下面 我第一眼见你的时候 真的我就感觉你是过婚 你也不像他 没试过婚的丫头 你给大家伙讲讲 你到底是没试过 没有 没有啊 你看大哥们都说 你是过婚了 没有 没有啊 这样可能霞妹 和我们不是太熟悉 他不方便我们讲 咱们这样兄弟们 咱们跟霞妹好好聊天 成为真正的好朋友之后 咱们再问一问霞妹 个人的一个生活问题 好不好 哎 不霞妹 你们就穿这样衣服 给你姐夫跳舞呀 对呀 姐夫说 穿这个衣服 跳舞才好看 才会有感觉 你别说你穿这样衣服 给你姐夫跳舞 他有感觉了 哎 你就穿这样衣服 给我们跳舞的话 我们也会有感觉的呀 姐夫说 你们那边大城市 都是这个样子穿的 我们那边 下面在我们那边 小姨子如果穿这样衣服 给姐夫跳舞的话 哎 那让姐姐发现的话 会把姐夫的脸给他抓烂的 知道吧 不会 我跟你看一下 我的天兄弟们 看来在这边 做上门 做姑爷 身份地位是相当高的 小姨子 也穿这样衣服 给姐夫跳舞 你看下 这个是姐夫 给我二姐买的 也很品味的 我的天 不是 你姐夫都这么有品味啊 给你姐妹买的 都有这样的衣服 专门让你们穿上 给他跳舞呀 对呀 哎 那你姐夫的话 在你们这边 就做上门 姑爷做了几年了 三年了 三年 他今年几岁了 五十岁 不是 五十岁的姐夫 让小姨子穿这样衣服 给他跳舞啊 我记得 你姐夫这简直就是 老牛吃嫩草啊 什么名 老牛吃嫩草 听不懂 听不懂啊 那这样 等一下你姐夫回来的话 让我们采访一下 好不好 我们呢 想问一问呀 他五十岁 也在这边 做上门女 所以这三年 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好不好 可以的 可以呀 那这样 趁你姐夫没在家 你到房子里 把这衣服换上 我们呢 在外面等你 换好之后 你就穿这个衣服 给我们跳舞 好不好 你不要着急 不是 怎么了 等一下嘛 等我姐妹回来 我们一起跳给你们看 不是 怎么跳个舞 还要等你姐妹回来呀 不不不 我们不等你姐妹来 去去去 咱们你直接 到里面换上 给我们跳就行了 那人多的话 跳起来更好看 不是 那你这要让我们 等到啥时候啊 很快的 等一下我姐妹回来 我们就穿这个 跳给你们看 你这样 别让我们 等的时间太久 好不好 不会的 那行吧 那咱们就等下 她姐妹吧 人多的话 跳起来会更好看 一定啊 这边 我感觉 这边的侠妹 他们跳舞 一定很好看的 你就看这侠妹 这小身材 兄弟们 这前脱后跳的 这中间还在两个大灯泡 那跳起来 我能不好看吗 对不对 哎哎哎 小妹小妹 刚才你说你姐妹 你们家是姐妹几个呀 我们家姐妹 还算是比较多的 我是有三个姐姐 两个妹妹 三个姐姐 两个妹妹 什么意思 难不成你们家都六姐妹 六个女孩 六多金花呀 对呀 哎 我怎么就是听说 在你们这边呀 一家女孩子都比较多 那我想问一下小妹 那像你们家里面 这姐妹六个的话 那在你们这边的话 那属于正常家庭啊 还是属于就是女孩子 比较偏多的家庭呢 哦 我们家还算是比较正常一点 哦 啊 你看到那边那家 那边呀 哦 那一家呀 不 那一家怎么了 他们家都姐妹八个 不是 他们家几个 姐妹八个 姐妹八个 我的个天呀 不是下面 这你们这边一家 怎么会有这么多女孩子呀 哦 那很正常的呀 啊 你想下 人家家里面都是五六个 七八个姐妹的 嗯 你们家就一个两个姐妹 也是会被人家笑的嘛 哦 就说在你们这边 谁家女孩子少的话 哎 会被别人看不起 会被别人笑话的是吧 对呀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哎 那下妹 下妹 那我能不能就是冒昧的问一下 你千万别生气啊 哦 不是 我只是冒昧的问一下 你别生气啊 嗯 那像你们家里面的姐妹六个的话 哎 你们是亲姐妹吗 那肯定是亲的呀 哦 亲姐妹呀 不是 一个妈妈生的 哦 那倒不是 我们是一个爸爸 但不是一个妈妈 哦 一个爸爸 不是一个妈妈 嗯 不是 什么意思 下妹 难不成你们是同父一母 哦 哦 你们也是同父一母呀 哦 对呀 呃 这边家妹 我给你们讲一下啊 在他们这边啊 同父一母的挺多的 为什么 因为在他们这边 一个人呀都可以找好几个的啊 哎 那下妹 那你爸爸的话 他在这边找了几个呀 嗯 几个 三十个 三个 你在想什么 不是 你给我比个三比个零吗 这不三十吗 这是三个三个 哦 你爸爸都在这边找了三个呀 哎 那你爸爸找这三个的话 他们是在一起生活呀 还是分开来生活呢 哦 那一家人嘛 啊 肯定要生活在一起 哦 那吃饭要在一起 睡觉也要在一起的 不是 那这样的话多不方便 那到了晚上呢 如果两个人 哎 想在一起说说悄悄话的话 那不是被别人听到了吗 哦 那你可以这个样子 嗯 我这嘴巴说干嘛呢 小妹 打哑语呢 那我这嘴巴怎么说话呀 那你这个样子 人家不就听不见了哦 哦 这样的话 人家就听不到了 哎呦 我去 你爸爸却这办法却这挺多的啊 看来你爸爸是一个聪明人呀 小妹 哎 那你爸爸的话 他今年几岁了 在这边找了三个呀 嗯 五十六岁了吗 不是 多少岁 五十六岁 你爸爸 五十六岁 在这边找三个 我的个天呀 不想问你爸爸他啥条件啊 哎 五十六岁找三个的话 他能受得了吗 他 什么受得了 什么受得了 等等等等 行行行 你别问了别问 大家伙都知道 就你不知道 就因为他们这边女孩子 真的是啊 非常单纯的 兄弟们啊 哎 那下面 那你爸爸五十六岁找了三个 哎 那你是你爸爸的第几个的孩子呀 哦 第二个的 第二个的 那你的意思 你的下面还有一个小妈 嗯 那你小妈的话 他今年几岁了 嗯 二十八岁 不是 你爸爸五十六岁 给你找了一个小妈 二十八岁 嗯 我的个天 不是他们两个相差了一半的年龄啊 然后就生活在一起了啊 哦 对呀 哎 不是你们这边女孩子怎么都喜欢这么大的呢 哦 那我们都喜欢成熟一点的 哦 都喜欢成熟一点的 那下面 那如果是你的话 那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呢 那肯定是想要找一个 哦 大一点的 大一点的 干活 好一点的 干活干得好的 还要有味道一点的 我去还要找一个有味道一点 那下面 那你想找一个大的 找多大的 找这么大的 什么 不是 你不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吗 我说的是年龄大一点的 年龄大一点 哎呀 我这就 兄弟 不是来到他们这边之后啊 受他们这边环境的影响啊 我一天我脑瓜那么竟想那是了 哦 要想找一个年龄比较大一点 那下面 那如果就是我们到了五十多岁 六十岁的时候 哎 我们能不能也就是来到 你们这边找一个二十来岁的 来体验一下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那这个就要看你们的条件怎么样 看我们条件 不是看我们什么条件呀 那就比如说啊 就像是你们想要到我们这边啊 呃 那首先啊 这个身体肯定是要棒棒的啊 身体要棒棒的啊啊啊啊 这里啊 那肯定也是要好一点的啊 哦 明白明白明白 那里要好一点的是吧 那下面 那你爸爸一定那里很好 对不对 如果他那里不好的话 他怎么可能五十六岁在这边找三个最小的一个六十八岁呢 对不对 所以外家们咱们平时的话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啊 好好的把自己保养起来保护起来 到了五十多岁六十岁的时候 咱们也可以来到他们这边找一个二十来岁的来体验一下谁 什么样的感受好吧 不是干嘛小妹 你进来啊 不是这谁家呀 哦 姐妹家 你姐妹家 家里有人没有 呃 没有 那你快出来 不要到人家家里面待的时间 关系你进来啊 不是出来 我们也可以进去吗 可以啊 哎 他家姐妹几个呀 七个他家都姐妹七个 不是我们可以进去吗 可以的 那家们咱们进不进家 进不进进的家们扣衣了 进的家们扣衣 不是我们真的可以进去吗 可以 那行行行 都进来参观一下 进来参观一下 哎呦我去啊 哎不是小妹 哦 你他小姐妹结婚了 没有啊 不是那怎么可以贴着大喜子呀 这是他的婚房 婚房 什么意思 这是他阿爸提前给他准备好的婚房吗 哦 就说来你们这边给他试婚啊 如果给他试婚试婚成功之后 然后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下 是吧 嗯 这是阿爸早早准备的婚房 对呀 哦 明白明白 不是 你的小姐妹长得漂亮吗 嗯 很漂亮的 很漂亮啊 你这样下没 等一下他回来的时候 介绍我认识一下 行不行 啊 这个可以的 可以啊 那行行行 那走走走 别在人家家里待的时间久了 走走走 出来出来 不是你待的时间长了 人家家里面丢东西了 不好说的啊 是好姐妹没关系 但兄弟们确实家里也没啥东西啊 咱们哎 下妹 你刚才说你小妈 我想问一下 你28岁的小妈 她长得漂亮吗 哦 很漂亮的 很漂亮啊 比我都漂亮很多 比你还要漂亮很多啊 哎 不是真的假的呀 对呀 那那你小妈28岁的话 那你的话今年有几岁呀 我啊 嗯 哦 我24岁了 不是 你小妈仅仅比你大了4岁 嗯 我的个天呀 不是 怎么可以这样下没 这在我们那边会比别人说闲话的呀 你想爸爸56岁找了三个 哎 最小的一个28岁 比他女儿仅仅大了4岁 这在我们那边真的会比别人说闲话的呀 哦 在我们这边都是这个样子的 哦 在你们这边还都是这个样子呀 很正常的 哎呦 我去 还很正常啊 兄弟们 爸爸56岁找了一个28岁 在人家这边呀 还很正常啊 兄弟们啊 相当的正常 不是 咱们这 这又干嘛 你不是要参观吗 我带你到另外一个姐妹家看一下 哦 这也是你小姐妹家呀 哦 家里有人没有 呃 没有 不是 人呢 应该是出去了 啊 我去 这些阿美家收拾的挺干净的啊 哎 我去 看这小水果啊 鸭蛋 哎呦 我去 条件挺好 他家条件挺好的 不是 他们家姐妹几个呀 他们家姐妹六个呀 姐妹六个 人呢 哦 要 应该是去山上面干活去了 都到山上去了 嗯 啥时候回来 哦 差不多要到中午吗 中午是吧 那你这样想 来来来 我给你商量个事情 来 这样 你给他们讲一下 你就说来了一个中国的游客 他叫果子 就是我啊 然后呢 晚上的话 我在你们老组长家 在你们老组长家 然后那个什么 呃 给给就是呃 摆摆摆上几桌 然后请你这姐妹一起吃个饭 行不行 哦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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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那可以的 行行 行 你给他们讲一下啊 要回来的话 你给他们讲一下 行不行 那行行 走走走 家妹咱们可以看得到啊 相当安全的 你看都是夜不庇护的啊 兄弟们都是夜不庇护兄弟们 基本上出去门都不带上锁的 兄弟们啊 哎 呃 他们这边女孩子 你们能不能发现到一个问题 兄弟们 就是呀 特别特别那个啥呀 呃 女孩子特别的单纯啊 特别的热情 家里 在他们这边 你看每家每户的房屋上 都挂着这样一个鸟窝 被他们通称为失婚屋 就是女孩子到了结婚出家的年龄 他们的阿爸都会在这高高的树上 搭一个这样 像鸟窝形容的房子 然后让他们坐在上面 等待单身的男孩子过来 给他们失婚 失婚三天 同吃同住生活三天 失婚成功之后 就可以把他们带到我们那边去生活 我们也可以来到他们这边 坐上门坐姑爷的啊 哎 不是小妹 你刚才说你28岁的小妈长得 很漂亮 比你还漂亮 对呀 不是 漂亮很多的吗 不是 你确定你小妈哎 长得比你漂亮 比你的大 大很多呀 比你的大很多是吧 你这样小妹 此时此刻我们有一个想法 就是能不能帮个忙啊 啊 就是你阿爸和你小妈的话 哎 他们生活不生活在这边啊 哦 在呗 也生活在这边是吧 你这样能不能就是带我们去采访一下你爸爸 好不好 哦 可以 我们呢 想去了解一下你爸爸呀 何德何能啊 56岁在这边能找三个 最小的一个28岁 我们呢 想看一看呀 他啊 呃 阿爸到底啥身体 好不好 呃 家里咱们要不要采访他爸爸 家里要不要去 要去的家里扣一了 兄妹 要去的家里扣一 其实要去采访他爸爸不是我的目的啊 我的重要目的啊 就是想看一看呀 他28岁的小妈 长得到底有多漂亮家门 咱们想想不想去 想去的家门我扣我小一了 我真的想去看看他28岁的小妈长得到底有多漂亮 咱们家门想去的家门扣一 哎 那家门 那以后我去采访你爸爸的时候 就是我跟你小妈呀 就是聊天的话 哎 他就是能不能听得懂我说话呢 哦 可以的 可以啊 像我们这个年龄都会讲上一些普通话的 都会讲一些普通话 呃 就是我阿爸的话可能就会听不懂 你阿爸听不懂我们说话 不是 为什么呀 年纪大了嘛 就不会讲普通话的 哦 明白明白明白 哦 你的意思说你阿爸的年龄比较大 不会讲普通话 是吧 呃 那这样小妹 等一下我去采访你爸爸的时候 你这样 你给我做翻译 行不行 就是你帮我说话 行不行 哦 可以的 可以啊 来来来来 小妹 你把这个拿上 把这个拿上 这是我的一点西意 不用的 不用的 不是不是 小妹 你你一定要收下 这时候 哎 不是 不是不是 小妹 这是我的一点西意 你你拿着 啊 这个呢 是我的一点西意 不是 呃 大家伙都知道啊 别人情就是我到哪里请翻译啊 都要给人家拿点这个的 下面拿着拿着 别客气 那太多了嘛 我拿这一个就可以了 不是都拿着 都是给你的呀 太多了 不能要不能要 我这个天呀 兄弟们 我还没见过女孩子嫌这个多的啊 可以看得出来啊 人家这边的女孩子是非常懂得知足 非常懂得满足的 不小妹 你都拿着 来这边 来让小妹都拿着 来666块吧 来 让小妹都拿着 小妹666块吧 不是小妹 你都拿着 你要不拿着 我这边大哥们会骂我小气的 知道吧 全部都是给我的 全部给你的 拿着拿着 别客气 拿着 那谢谢你了 你真的是一个 好人的 不客气 不客气 小妹 刚才你说你是24岁 是吧 那24岁在我们那边呀 人家早就结婚成家了 那有的呀 都有孩子了 那我想问一下小妹 那你的话 24岁 你现在你是一个人生活 还是已经有家庭了 我到现在 还是一个人的 不是 你是单身 对呀 我单身的 哎呦 我去聊了半天 这小妹也是单身呀 不是 小妹你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小妹 你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不是 为什么你这么大 到现在还是单身呀 那我确实是单身呢 不是不是 我是问为什么 24岁这么大 到现在还是单身呀 哦 我们这边嘛 那你想想 女孩子又多 男孩子又少 哦 呃 那找老乖 哪有那么容易的 哦 就是因为男孩子少 女孩子多 找老乖 不好找 是吧 哎 不是小妹 那像你长得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那在我们那边呀 真的是很抢手的 这边家们 你们感觉这小妹 她长得漂亮吗 感觉漂亮家们扣衣了 是吧 感觉漂亮家们扣衣了 真的小妹 像你长得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那在我们那边 真的是很抢手的 为什么在你们这边 你都嫁不出去呢 我们这边嘛 男孩子又少 女孩子又多 你想一下 啊 像我们家一样 我二姐都26岁了嘛 到现在 不也还是一个人哦 哦 你26岁到现在也还是单身 就是因为男孩子太少 女孩子太多 找老乖不好找 是吧 对呀 哎不是 这又是谁家呀 我家呀 你家 嗯 不是 什么意思 你结婚了 没有 我单身 那怎么还贴着大写子呀 哦 这是二伯提前 给我准备好的婚房啊 你的婚房 哦 哦 就说在你们这边 如果就像我们来 如果跟你试婚 这试婚屋上 给你生活三天 如果试婚完成功之后 就开 然后啊 愿意来你家 坐上面跪的话 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 生活环境下 是吧 哦 对呀 那你的意思就是来了 来了之后 就是来到你们这边 如果给你试婚成功 房子都有了 哦 车子也有了 哎呦 我觉得那挺好啊 兄弟们 这边家们 大家伙都知道啊 主播我呢 是在缅甸做上门女婿 很多老粉都知道 我果子呢 是在缅甸做上门女婿 我做了七年的上门女婿了 我缅甸老丈人呀 啊 在那边呀 也是给我准备好 基本上我在那边生活 做上门女婿 也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 生活环境下的啊 呃 我 但是我在那边呢 生活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的 兄弟们 你自己来坐吗 不是 坐就不坐了 想着坐就不坐了 你坐一下 坐就不坐了 坐就不坐 可以坐吗 可以的 不是 这这坐着 一会儿你阿爸回来 还以为我是来 咱俩姑奶寡女的 还以为我是来 你这边给你试婚的 可以坐吗 那家门咱们坐不坐 家门 坐不坐 坐在家门扣鸡来 咱们坐一下来 坐一下坐一下 坐一下坐一下 哎呦我去 坐一下吧兄弟们 咱们坐一下啊 好不好 家门 你这房子露雨吗 哦 下大雨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吧 也会露雨是吧 哎呦我去挺好 哎 家门 干什么 你你想 你不是说要找一个大一点吗 哦对啊 是不是 哦 你看你这的码头大汗的 我给你擦擦汗 哎呦我去 你别这样 我给你 不是 别别别别 别这样 不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是你别这样 你别这样 你这样话 我就要走了啊 不是姑奶寡女的 你这样的话 一会儿你阿爸 或者谁看到呢 还以为 我知道你啥想法啊 可能你对我是有想法的 但是我是有老婆的 知道吧 啊 呃 你要这样的话 我就不在你家呆了 一会儿你阿爸回来 或者谁看到 还以为我是来给你试婚 留我在这 不让我走了 怎么办呢 对不对 啊 我想问你们个问题 这边家们 呃 就是来到这边 如果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 让你们跟这家们试婚 试婚成功完了之后 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下 你们愿不愿意 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生活环境 能不能接受家门 能接受家门扣一了 兄弟 能接受家门扣个小一 主播好睡 大哥能 能不睡吗 不睡能在缅甸坐上门 你去坐七年吗 能说实话兄弟们 我那缅甸老婆比她长得漂亮多了 啊 实话是说啊 很多大哥都见过 我那缅甸老婆 长得比这小妹漂亮多了 这么多大哥都能接受 是吧 那小妹 我有一个问题 我要问你 你要如实回答我 行不行 啊 就来到你们这边 你看大哥们 如果跟你试婚 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下 都愿意生活在这里 跟你生活在一起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一定要问清楚 你就像我们来到你们这边 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下 首先我们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那我们拿什么来维持自己的生计啊 怎么靠什么来生活呀 那这个简单嘛 我们都是靠山吃山的呀 靠山吃山 什么意思啊 我们都有两座大山的呀 不是 两座大山是确实挺大的 我也看得到 我确实挺大的呀 那你勤快一点嘛 到后面山上 种种水果 采采山货 你是有吃有喝的 你的意思是吧 到你们后面的大山上 就种水果采山货 哎呦 然后就可以维持自己的生计了 对呀 不想问 那在你们山上种水果 都种一下什么样的水果呀 芒果 榴莲 菠萝蜜 香蕉 芒果 榴莲 菠萝蜜 还有香蕉 哎 想问 那个榴莲呀 我们大家伙都特别喜欢吃 被称之为水果之王嘛 对不对 我想我想下 来你们这边 如果种榴莲的话 那就是收购商 给你们来收购的话 给多少钱一斤啊 三块 四块 不是 多少 三块 四块 下美开玩笑呢 吧 榴莲三块钱 四块钱一斤 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我的天呀 嗯 你知道榴莲 在我们那边 卖多少钱一斤吗 不知道 这边压面 我好久没有回国了啊 我想问你这边 压面一个问题 就是榴莲呀 在你们所在城市的价格 是多少 来打价工评上兄弟 在他们这边 一手购源的榴莲 三块钱 四块钱一斤 我想问一下 在你们那边 所在的城市的榴莲 多少钱一斤 来打价工评上兄弟们 打价工评上 你看有的大哥说 25的 35的 38的 29的 25的 下面 在我们那边 随随随便便便 都要好几十呀 你这样 行不行 我现在直播间 六千 六千多个大哥 这样 以后我带着 我六千多个大哥 到你们后山直播 咱们到你们榴莲地里面 咱们喜欢大的 摘大的 喜欢小的 摘小的 现场直播 行不行 现场去摘 喜欢大的 摘大的 喜欢小的 摘小的 我已经给你五块钱 你给我发到我们国内 让这大哥们 尝一尝 你们这边榴莲 行不行 不用那么多 三块四块就可以了 三块四块就可以了 那行 那这样 咱们等一下到他们榴莲地里直播 给你们 带点 他们这边 三块钱 四块钱一斤的榴莲 让你们尝一尝 他们这边的榴莲 和我们当地的榴莲 是不是一个味道 兄弟们 小妹 那你说来你们这边种水果 没这么便宜 能维持生活吗 那你请快一点 山那么大的 山货 也是可以拿来 山货 都采一下什么样的山货 这就多了 那里果 雪燕 和春草 君子的吗 哦 诺梨果 雪燕 回春草 还有君子 哎 小妹你说那个雪燕 我知道 被你们称之为东南亚海路空三宝之一吗 海里面的鱼翅陆迪的雪燕 天上的燕窝 相当好的一款资不品 是吧 咱们你刚才说什么 你们 到山上你们家能采到什么回春草 有吗 哎 不是 那可是 就是我们大老爷们泡水泡就包汤那个回春草 对呀 那可是你们大山里的宝啊 那每年的总产量只有七千斤呀 那很多大老板的花钱都买不到的 有啊 不是 是不是在你们这边足足贝比都在用这个回春草 对呀 我去难怪在你们这边老族长找七个爸爸56岁找三个 原来他们都在用这个回春草 那肯定的呀 不是 不是小妹 你看说到回春草都说是个好东西 你们家有没有回春草 有的呀 你知道 大哥们都你看都说是都知道这个回春草是好东西 因为这是真真正能帮到我到我们的东西 找了好多钱没找到 你能不能把你家的回春草拿来让我们看一看 行不行 大哥们都说要看看回春草拿来看看行不行 有什么好看的呀 不是 哎 不是这么小气吗 有什么好看的呀 不是 不是 小妹 怎么这么小气 不是 咱们你开始这样的啊 你看我们大哥们你说到回春草 因为这个回春草每年的总产量只有七千斤 只有你们这边有是真真正正能帮得上我们的东西 我们那边没有的 你看大哥们看到回春草都说要看看回春草 拿来让我们看一下行不行 不是 小妹 我们就看一下行不行 拿来看一下好不好 因为找了好多天都没找到 行不行 只有你们这边有 你像在你们这边老族长都找七个爸爸我这就找三个都他们都在用着你拿来让我们看一下行不行我们就看一下 大哥们都说要看一看好不好 那我拿来你看一下就拿来看一下拿来看一下拿看家们那咱们就等一下啊看下他们家的回春草兄们 呃今天如果能遇到啊能看到回春草能遇到回春草是咱们的荣幸 大家都知道这个回春草呢是大山里的宝每年的总产量只有七千斤家们啊就呃就是咱们大老爷们啊泡水泡就煲汤的只有他们这边有我们那边是没有的 不错了呢 让我们 ve来看下来 关门呢 我们 Until Our 感谢观看